五月中旬爆發本土疫情以來 全臺八大行業 已經停業超過四個月 二十三號特殊娛樂職業公務會 向衛福部遞交了副業連署書 希望能儘速解禁復工 指揮官陳時中也證實 近日經濟部已經送交了部分 八大行業的防疫指引 社區防疫組正在審議當中 而經濟部商業司也回應了 目前提交的產業指引 只有KTV MTV 電子遊戲場 以及桌遊店等等 空蕩蕩的包廂 廚房鍋具隨意對置一旁 員工休息室 地上散落的高跟鞋 桃園這家茶室四個多月 沒有客人也沒有員工 室內經過徹底消毒 一直擱置至今 等待營業復工中仍遙遙無期 相關從業人員生活陷入困頓 二十三號 台南台中台北桃園 四都特殊娛樂職業工會 共同連署 向衛福部遞交連署書 希望儘速解禁復工 強調八大行業不是色情行業的代名詞 更非防疫破口 建議有條件式的彈性開放 有有彈性的開放給我們先開放一半的空間 然後包廂我們盡量不要超過五個人 明治殺酒精消毒兩體溫 這都是基本的防疫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八大行業至今未解禁 其五月中旬爆發本土疫情 當時盧州獅子會的群聚案 逐機遍及宜蘭遊藝場萬華茶室 就像滾雪球般引爆社區感染 導致全台八大行業無限起停業至今 不過指揮中心陳時中透露經濟部已經送交部分的八大行業防疫指引 上代審議中 商業司也透露 已經多次與指揮中心討論 目前特殊娛樂業 包括酒店茶室等 尚未規劃送交相關的防疫指引 商業司表示 部分的八大行業初步擬定防疫指引 除了實聯制登記入場量體溫 全程戴口罩 容留人數部分也規劃 比照會展規定 每二點二五平方公尺可容納一個人 至於工作人員接種疫苗 第一劑施打率達六成 目前還在和指揮中心規劃討論當中 記者詹淑雲 黃立委 張子佳 台北桃園 綜合報導